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台水公司7区处明天18日,办理考坛厂高低压配电设备年度检修高雄市凤山等四区,明天上午8点至下午4点停水,总计8小时,含富水3小时,总计影响21,400户,请用户出水备用。 水公司说 协和,新中,新人,汉兴,南兴,河德,新墙,武庆,武汉,新月,新甲,新武,老爷,正义,善美,一甲,二甲,南城,富荣,富甲,龙城,正南,南河,天兴,大德,福兴,武福,福祥,福城等里及北门里铁路以南。 另有万大工业区,大发工业区,停水,大辽区内坑,考坛,过西,潮辽,惠杰,新甲,周明,一人,三龙,惠社,大辽等里,陵园区,有陵内,中甲,滩头,王宫,广阴,林家,工作等里,小港区,魏桂林,中甲,夏庄,合作,孔宅, 高宗,山东,松山,松津,吉南,青岛,泰山,正陵,顺陵,洪亮,六陵,山明等里,电阵里及二陵里,沿海陆以东,平鼎里及大平里,旧部落,总计停水户数,一万两千户。 水公司指出,水压降低地区有凤山区文华,文福,文宏,文英,武松,镇北,温德,文山,中城等里及北门里,铁路易北,小港区,市平鼎里及大平里,新部落,总计影响户数9400户。 水公司呼吁停水注意事项,请住户提早于停水前6小时完成出水,避免集中于开始停水前大量出水,造成管线末端用户无水可用。 停水期间应关闭抽水机电源,马达若空转过久会产生高温,致马达损坏或造成火灾。 水公司说,刚恢复供水时,请将全部水阀打开排气,以力迅速恢复供水,管线末端或高地区用户,若因水压较低至延迟供水。 人无缺水时,可打免付费客服电话1910,高雄服务所3312292,凤山服务所7424163,将派专人到府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